大家好,ChuChannel 都銀河娛樂派成績表 銀魚公布第一季業績 集團正收益有70億5000萬港元 安年大升七成二 同2019年疫情前的第一季相比 仍然差了四成半要繼續努力 經調整Repeater是19.1億港元 安年升近2.3倍 而安歸由虧損1.63億元轉為盈利 集團期內博彩收益60.7億港元 其中中場收益佔49.3億元 佔大多數 轉馬博彩收益是7.94億 至3月底集團的淨現金有213億港元 是一隻現金牛 非常充裕他們的資金 銀魚話防疫限制放寬後 仿客量、酒店入住率、博彩收益和零售業務 都呈現良好增長 農曆新年黃金周的業務展現出穩健需求 展望今年會有兩間新酒店開幕 第二季度有更多設施投入使用 將會聘請更多員工 另外該公司的公佈 包括銀河國際會議中心 和銀河仲藝館的路坦第三期項目 順利事業 剛剛才開演唱會 澳門銀河來佛市和安達市酒店 計劃在今年稍後才開幕 按技術走勢而言 有分析師認爲 銀魚股價首站可挑戰4月下旬高位59.8元 中長線以2021年2月高位80元 作為最終獲利目標 至於跌穿去年11月低位40.5元 就很紫善 信不信由你自行分析 好,這集看到四月的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讓你截圖以為嗎? 多謝你支持 PasKrogan slash 跑 PasKrogan